加密保护才安全 因为IPTax主要是一个区域网络的即时通讯软体 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是在区域网络里面开启了IPTax之后 自然就会搜寻到所有有启动这个程式的人 换句话说只要有人来点选这个请求共享资源 他就会发现到我们所分享出去的资料 那如果说这个资料我并不是想要给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接收这个动作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呢在分享资源之前先设定好一些密码的这个动作 那可以做一个保护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做一个密码的设定 那首先我们先回到共享管理器来 那我们在这边会看得到有设置密码 那我们按下去之后呢我们例如设定一下密码 那密码通常都是需要输入两次 我们按下确定 这个时候呢我们所分享出来的这个资料夹已经有密码的保护了 我们按下确定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接收一次看看 点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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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 来做一个请求共享资源 那你看 这边呢 他就会问你 你要有密码 那输入了密码之后 按下确定 才能够去做一个接收的动作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比较安全一点 让你买换天